清明廉假期间逛逛景点人潮密集 台湾重要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为确保国内社区防疫的安全 民众如果在廉假期间 曾到人潮拥挤的地方活动 需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 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外出时务必佩戴口罩 尽可能在家上班 这样的一个监视 跟回报 还有新闻的报道里面 确实有些地方是非常的拥挤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会增加相关的一些 群聚的风险 所以为了加强防疫的量能 我们特别要求 第二 开始要做所谓堂信上班 跟异地上班的规划 然后第二个 在这段时间有外出旅游 到人潮拥挤者 第一个 我们请要自主健康管理 那第一个 我们要戴口罩 第二个 我们禁止不必要的外出 然后第三个 我们要保持 严格的保持我们的社交距离 那有症状者 我们希望他不可以上班 上学 肯定的民宿业者抱怨说 政府一下令后生意下滑 旅游业者 旅宿业者 先表达我们的歉意 但是这也是不得已的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循序的风险 那未来社会代价可能又更大 机关署组长杨靖辉指出 廉价前就宣布要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但人潮拥挤的情况出乎预期 尽管已有先准备裁剪量能 但仍要避免更多的传播 希望民众自主健康管理 减少社会冲击 而建议 比刀